很无名了 很慈重了 很计较了 一顶都不肯让人了 用念父观呢 我没头发 我没头发 父很伟大嘛 我都念父的人嘛 这个我不是很了不起 我不是最大的 爱一个最大的父 那么为什么我要跟你 对这个道理这么计较 这么自重呢 这个世间上啊 最麻烦的人 就是不讲理 最难成的人就是太讲理 这个道理 讲理不讲理 好像都能够记得 它一定有个实施的生活啊 人嘛 能见之道 到天上天人之道 菩萨有菩萨之道 佛义有佛道 我们大家有我们的道嘛 在我们的人道 我们的平常 社会之道啊 这样子的平衡来处理 来对自己好了 假如大家比方说 平常 这很散乱 妄想 不记忠 紧张黄昏 在城堂里面 有一个叫熟悉观 熟自己的呼吸 一进一出 你记住了 呼吸 这呼吸太丑啊 那就更加不停了 又会很稀 你很慢 一息的气慢慢到淡停 慢慢给它指导干脑 起来 呼出去 愈慢愈细 你的烦恼妄想就慢慢 好像水啊 就静下来了 会看清自己啊 人的这个神迹 就好像一个村庄 村庄里面的主人 我们就是心 我们说人是一个构架好了 同理这个构架的是水 不是眼睛 不是耳朵 不是鼻子 是我们的心 心一动 要眼睛看 要耳朵去听 他们都要听话的 心为主人 所以我们现在要想 治理这个身体 心要仔细心 这个心 管理呀 你能管理得好 这个用什么来管理呢 用沉定来管理它 好像一根柱子 这个猴子啊 在跳跳跳跳跳 跳旧了 他就扣着柱子上 他就定性 就不跳 就不要妄想纷飞了 不要弄跑了 他就把它关在一个地方 关旧了 你把它放下来 你像鸽子啊 飞到我们家 他又飞走了 他又关起它 关旧了 他习惯在这里了 他就不飞走了 功力这个心呢 让它定下来 也会听话的 人与人之间 发生很多的复杂的问题 人与社会团体 或者BDA构架 发生很多的问题 它主要的就是由于 自己的心不平 自己的心不明 自己的知识 所以就产生了 这个心如盗责 心如土匪 他只想仅往别人的 他自己不需要好 你求生指导也很多嘛 你为什么要去侵犯别人呢 所以我们讲到 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希望大家 除了明天要化妆 明天要关系 明天要为吃饭 你只要顾养这个身体 只要留一点时间 照顾心 因为这个心 你不照顾它 你只能照顾这个阳尔尾先生 这个身体 心不住 不照顾 你不给他教育 不给他管理 他也会对你不利 心理管理重要 当然也不光是 是管理人啊 管理性了 甚至我们的家庭 国家 有什么别的东西啊 我们还有很多关系 但没关系 我们有什么事 我们有什么事 我们有什么事